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东周投资会 Hello, 大家好, 祝大家今年套年身体健康, 心想事成, 出入平安, 财源广进 好, 都说了很多句, 算你啦 好, 这个时候呢, 就报一下事先 没问题, 大家都有时间 咦, 电脑不见了些东西 没问题啊, 电脑 哈哈 哎, 找到了, 找到了 今天恒指是收报2万2千069点 跌了619点 成交2千032亿 一些重要资讯包括恒指低开, 内房收额 澳门平日, 酒店房价重返疫前水平 好, 那就交给比比讲一下 恒指呢, 因为今天都成交挺暢旺 超过2千亿 然后之后, 虽然跌的 但其实现在都站在2万2千点上 其实我认为处于整半期 因为之前升了这么久 那就交给给你讲一下 新年后了, 来之后 可能帮回税重回归 之后, 恒指的走势会怎样呢 好, 那看回恒指数 第一就是, 我想这个暂时跌了一天 但我假设是一个调整的开始 这个调整都是迟来的调整 大家从10月31日, 14597 升上来其实说7千点 或者7千几点 甚至乎去到1月份的时间 我们形容的是, 投资者在搬钱 到我公司买货 预示着会有一波更加急的升浪 再近期一点, 你看上星期四和五 只是两天的这个所谓的trading days 但大家都已经急不及待入市 去到2万2千7百点 事后的理解很简单 就是, 有部分投资者觉得 哦, 释放这么好呢 当你好像今天A股重启, 北水回来的时候 他们一定就会抢货了 如果他们会在今天抢货 我应该怎样做呢? 我当然是上星期先买了 买了之后, 接着他们买的时间 我便派给他们, 我便赚很多 这是其中一个资金流的情况 但大家要留意一件事 是, 今天有北水 但北水可以买, 也可以沽的 你没有理由, 假设它在2万2千6百 2万2千8百这些位置 还是一窩蜂去买货 这个事后看, 就不是很理性 但怎样都好, 我自己觉得 市场的气氛还是OK的 甚至乎市场的资金层面 还是挺OK的 你可以留意到, 最近一两星期 其实内地人民银行是不断放水的 我可以用一个天量资金来形容 你可以说, 因为春节假期 维持春节假期的流动性平均 它每年都是 就会推出多些钱 但市场多了钱, 配合过去这两个月 有些通关、 復常的概念 就带动了港股, 飞沙走成 但坦白说, 我在节目也提过 是否需要做止赚的动作 1万9千5,000左右 1万9千8百我们吃了一点 2万2千点我们吃了一点 第三注本来是2, 2, 6, 2, 8 就想吃多一点 因为很简单 第一, 你看恒生指数本身 已经是非常的超迈 怎么看到呢? 我今天有另一个数字给大家参考 原来直到上星期五回计 恒生指数相对于它的50天线 已经抛离了15% 抛离15%是什么意思呢? 是两个标准差 过去30年出现了大概10次左右 你可以联想到 其实都真的挺夸张的 第二, 个别的股份 我经常都说了 雙烫、小米 是一点点的消息 可以一天升一成、两成 是不是有些亢奋呢? 第三, 你看汇控的RSI 是90 什么意思? 历史最高 所以你用很多不同的迹象 其实今天也好 或者未来也好 会有回调呢? 我想是正常的 但是我自己觉得 暂时只有一个温和的回调 很多投资者 你再跌多些 他就买的了 所以我想都是一个 比较短期的整固和回调 我自己 不要说黑心 我想再回多一点点 因为在开启之前 都跟你谈过 喂 今天碧桂园跌8% 但是跌了8% 还是2.97 它是一元升上来的 又或者你看其他股份 都是的 腾讯跌很多 但是你看现在的价 如果我一个月前问你的话 其实你未必猜得到 或者未必相信 会升到今天这个价 那就是说 其实就算有一个回套 其实暂时都是很浅的 又或者这么说 我想几强的市况 都会试回十天线 现在十天线 其实都未到 是说21,900多 所以连十天线都未到的话 我希望温和调整多数十天 十天线甚至乎 如果基本因素不变的话 在二十天线附近 让大家再买东西 再上车可能更加好 那我直接说完 今个星期 相当多的东西要关注 第一件事 就是央行议色 包括联储局 欧洲央行 和英律银行 如果以联储局来计 就愿无以外加25点 不过我都很担心 就是鲍威尔爺爺 他的言论会偏向银牌 因为见到大家 美股又炒回到4,100 接着大家预期年底前 会减息 如果真是给你们形成这些预期的话 就会将他之前加息的 叫做做过的东西 叫做浪费 所以就算他真的放慢加息都好 都要维持一个比较偏强硬的言论 令到你的通胀预期 不要再升温 要不然就徒劳无功 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风险 第二就是很多的 上个星期和今个星期 是大量的美股 会公布业绩的 你有买到那些公司 当然要留意 如果你说Tesla 当然好 但如果你说其他公司 又未必那么好 第二就是 你今次公布是第四季的数字 当第四季的数字公布了 他们也说了 2023年 起码第一季的营运情况的话 分析员 包括我自己 都会移动 就是2023年 美股的盈利展望 所以 对美股 对港股 都是有一个重要性 是要留意的 另外就是 星期五可能 未反映到今个星期的港股 就是每个月的 第一个星期五 美国就会公布 一些所谓的 就业市场数据 内地都有PMI 所以今个星期 遇着好像刚刚出现一个调整 都有很多事情要留意的 我会觉得就是 把握着这个调整 看看数据 看看如果有什么去向 就给我们一个入市的机会了 好 我们先看看今天的图表 就是说科技股的近期表现 我看到这个时候 比起之前的气氛 其实是很好的 因为多了留言 已经有几个留言 在问中 首先 因为我看到有一个 刚刚好就是问 阿里巴巴阿科技股的 我们就一路看图表 一路回应这个问题先 好 因为讀者 9188 就是140元有货 然后问到什么 去到什么教会 才追求第二注 和前景如何 因为今天 就是看过去一个月 其实升了三成多 但是今天 今天单日就跌了 7%左右 比起之前的升幅 其实已经 不是跌了很多 其实 仍然升了很多 嗯 好 如果你问我 有些少少要做 就是马后炮 你会见到 在这个1月26日 我先讲技术形态 再补充一些基本因素 在1月26日 高位做了118.5 接着在1月27日 高位做了118.2 其实这些少少顶位 就初步做了 那今天再跌下来 似乎再试低一点 所以你问我的话 很短线 其实似乎是会再跌一点 那反过来 就是118.120 这些是一个 比较初步的阻力位 好了 第二 你问我有些什么位置 要加住的话 来 短期要升到140 呢 机会就不是很大 因为似乎现在是在跌 好了 就算不跌了 我当今已经是低位 要在现水平再升多 20多元 其实都十几%了 那反过来 如果恒生指数 要升十几% 即是短时间之内 要做到24000 25000 又不像 所以从大市角度 从本身所谓的9988角度来说 我想140元短期就回不了家乡了 好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问我要交货 我会等 因为你本身有的 你没有就是另一件事 你做少少 买少少做短炒 可以低 买高沽 新秀好 可以的 但你本身已经有货 还在虚钱 你再加住 我就会很小心 第一 是不是一定要加到9988 这个在我立场未必是 不行 我一定要九九八八 很简单 我真的可能要等市 如果大家记得 我们形容 套年是高低高的 所以现在走高的话 你要我交货 就不太上了 我要等第二季的时间 但大市本身 科技股本身 阿里巴巴本身 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回吐的时间 我才会交货 到时是110元 100元还是多少 到时才判断 但这一刻 我先观望一下 因为市似乎开始调整 调整 不会是一日吧 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我拿着现金 就会比较好些 第二 我真的觉得 第一 大家知道 其实我有推介过科技股ETF 就算要我选择 我也是选择京东 我没有选择阿里的原因 就是 我觉得之前的升幅 其实是有些超过了 我再重申一次 蚂蚁的上市 是不会 就是不要再听坊间的说话 我真的很害怕 蚂蚁的上市 是不会直接对阿里的盈利是有帮助 因为他们的股权结架是联营公司 联营公司是用historical cost入帐的 除非它好像腾讯那样 太京东 太美团 那就可以用回最新的市价入帐 否则 它继续用历史价格入帐 的话 蚂蚁上市 不是好像大家在坊间听到 哦 变现了一些价值出来 设计到profit 是完全错误的消息 但是 如果蚂蚁做到增资 真的做到生意的话 联营公司 蚂蚂蚁的profit是能够进去的 要搞清楚这件事 就是蚂蚁的盈利 是阿里可以受惠 但是蚂蚁的上市 阿里是不会直接受惠的 这个搞清楚 所以如果是这样 你在说 其实说一月到现在 90元升到118个多 来来去去 马云铺头 又说见重量级官员 接着就是说蚂蚁 但是这两个消息 究竟有多大的催化劑 我觉得118、120 反映得七七八八 所以 从基本因素和技术因素 这一刻直接回答你 我都是兴奋观望的 好 再看其他科技股 这个时候 就是有些回调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位置 如果没有 譬如没有9个800 或者没有其他 没有东西去搜到的时候 是不是入市时机 还是等多一会儿呢 这个问题分两部分 第一 是否入市时机 就是科技股 第二 买什么 两个东西 我先说入市时机 我倾向起码等多一两天 因为如果真的调整的话 你看到今天虽然是有人接货 但是成交沽压也不小 所以 和北税似乎都是在沽货 沽压比较大 又不像一天会完成整固 所以似乎可以多看几天 但反过来 市底还是比较偏强的话 我又很难说会跌到多少 所以 如果 譬如我以阿里去计 阿里9988 因为最近升得很急 十天线都抽得很急 那已经跌穿了 你问我就是 在未来这两三天 会不会是试到大概20天线 105附近 而在这些位置 又见到支持 市又不差 那你心急的话 你就可以在这些位置分住做部署 但你说不是 我觉得 不是 升了 不要计升了三个月 升了四个星期 不是不调整一个星期吧 如果是这样 我觉得你可以再等等都可以 那好了 真的要买了 我自己倾向就未必9988 刚才提过 基本因素和技术走势 那我又蛇歸一些 我只有一招 就是科技股ETM 那3033 但我重新一次 所以我们在11月头的时间 2.8买 4.2是沽了3分1 那其实现在的价 虽然说今天跌了4.8% 都是4.5的 都不便宜的 所以你问我 你可以看着20天线 但就算20天线买的话 我都会建议你轻装上阵 因为就算20天线也好 其实科技股这一轮的升势 都已经是比较夸张 而且我曾经在1月头说过概念 其实是对的 我当时1月头就留意到一件事 就叫Sector Rotation 板块轮动 在节目里面提过 其实未来再升 未必是升科技股的 可能会升回一些传统的东西 落后的东西 所以其实你看到 你只认为1月 我上周五做过的计算 其实2628 是和3033是一样升了10% 所以我想回答你的问题 第一 是否入市 是否入科技股呢 我就倾向20天线 最多分转买一点 但如果你看到其他东西回来 可能潜力会更加吸引 千万不要觉得 我觉得2020年2021年 是科技股升得傻了 那我一生就是买科技股 似一时匹一时 加上在11月、12月和1月份 它们升了这么多 要留意Sector Rotation 这件事 不一定是你打算买些坏东西 就拿到好回报 但是你说不行 我真的要买科技股的 那我也是以科技股 我以科技股做一个部署 不行 我一定要过股 那我是倾向 是9618 虽然今天跌得多些 5.6% 但你知我不太介意 一天半天的跌幅 所以我自己 会继续留意9618多些 好 那就讲完科技股 回应大家的问题 刚刚DV提及了26、28 就有读者问了 就问有没有历史上16元 那读者是17元有货的 哇 大家很大胆 先不要考虑你那个买入价 你买入价17元 我就想快点上16元 那这个是正常的 但我反过来看 如果大家有图在身的话 9元升上来的 这个是我们所说的26、28 是受险股 它不是科技股 不是买白粉 那你在11月份的时间 9元升到现在15元 我想 初步看 其实第一 1月16日 它高位价值15.34 那是天性得得B 收回是14.9 就是15元以上 是没什么承接力 去到26日 市况气氛好了吧 再试到15.36 是同一个位 跟着其实下来 都是这些位置 咬住 去到27日 又是咬住这些位 所以初步看 如果市场都真的 开始有些 不要说回调 很可怕 开始整固的话 其实可能15元 已经是要时间突破 未必这么快 可以去到16元 这个水平 16元 你说多不多 1元 1元其实是7-8% 但是 暂时 我觉得15元 这些位置 要先咬住 要整固完 下一波开车 那16元 就当然到了 我觉得 你用3-6个月 会到的 会到的 但是要看看今次 整固多久 或者整固多深 好 接着就问1880 问年假可不入的 就是中国中年 就问什么时候 跌得这么厉害 其实过去三回都跌了 就是升了几成 今天就跌了百分之 跌了一成多 好 当然我们可以留 我们再探讨一下 究竟为什么跌这么多 我没留意 都特别消息 但是今天跌一成三 其实就不正常 可以 大家通常 其实在叫做交易时间里面 其实就很少消息可以得到的 通常就是 事后才知道 原来是这样啊 这样啊 所以我这一刻 不能回来 大家一起在今晚的时间 看看会不会有些 内地的网站 会有多些的资讯 一起看 一起再分析 但是我又会这么说 其实 它真的升得很夸 大哥 我这么说 11月底 你呢 其实它在做170元而已 你知道它做免税店而已 我选利是股 我也有选它 因为它没有无敌的 大哥 你通关通行 不是通关通行 你的免税店你赢了 阿爷要吹谷这个抗大内需 那你三页的免税购物成 是全中国的 不一定来来香港的嘛 你三页买东西也可以 所以其实 你利是股 其实没理由不选它 不过呢 就因为黄德基选了 所以我流时换马 这个是个故事来的 我不怕跟大家听说 但是呢 我在其他地方的利是股 都有选它 所以这个今年一定要留意的 但问题就是 会不会真的升得太夸 所以我暂时这样看 其实 暂时会视之为 戀感窮星之后的一个回套 不过我承认今天单日跌幅 是跌得比真的比较多 也都同时间跌穿了10天和20天线 我想这两天 大家看看发生什么事 如果你看到 没什么事 其实都好像没什么 纯粹一个 是叫高位投资者锁定利润的话 那其实再试低一点 大家如果记得的话 我是说二百二、二百三这些位可以买的 其实现在都未到的 所以第一 价未到 第二 未弄清楚 为什么今天跌那么多 第三 技术上一天里面跌穿10和20天线 都是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 大家再等一等 做一做功课 如果发现 那些东西是对版的 那我想 回到二百二、二百三 就可以分住去买了 今年 我也是说过 伏常股不只是玩过去几个月 那些是玩憧憬 政策落实 下半年还有一件事 最重要的就是 盈利改善 这个才是 所以 还可以留意着 如果未有货 就等等 应该未有货 因为不可能二百六、二百七去买 反正 我今早Facebook也提过 其实我打算做挂勾 因为买不到 不如顶个八五折、九折 如果它不跌的 那我就收息 如果它跌的 那我就八五折收货 那我也要低价买 对不对 那我就不用日日暴住 但结果问题就是 原来它窩太低 其实做出来只有十厘 我又觉得不太吸引 所以 简单来说就是 今天之前 买正股 我又不想 买ELI 我又觉得不吸引 所以 其实如果今天跌下来 可能是一件好事 那这个我会留意着 那大家一起跟进 好 接下来就问2013 即未忘了片子的SARS估计 今天跌了百分之七 现价可不可以入呢? 我会这样回答你 当然 我没可能猜到 微盟的低位 因为如果低位算 其实就是 一个几两元飙升上来 哇 低位买了 升了两倍 还要听你肥胖说话吗 我自认是miss了的 但我觉得这些位置 我信心不大 这个故事我说不通 究竟 在短时间里面 由两元升到六个多位 七元 你可以说之前是过分偏探 去到这些水平 还有什么 drive 它先 生意是否多做很多 暂时未见到 至少我看腾讯 我都知道版号批了两次 随着经济复苏 移动广告会向好 又或者说影视股 流浪地球异 满光红 无名等等 你说今年春季内地的票房收入六十多亿 影视股 例如猫眼 这些 在过去最近炒 就是有原因 但我对于 第一个 包括这个沙士股 还有很多人都会问 互联网医疗 我觉得好像前一轮炒完 现在就未有新的利好消息 那如果未有新的利好消息 大市又似乎是整固 我这一下跌下去 我信心就不大了 所以我想我会觉得 復上股很多选择 另外提出过可以留意A股ETF 我都觉得是很棒的 另外可能一些金矿股 所以很多东西选择之下 沙士股未必是我摆得最头的一些选择 接着就问中会集团 因为两位读者都问了三百二 有位读者6元有货 就问怎样操作 他强调是没有持货压力的 另一位读者就是问7元有货 有没有机会回价 我两个的观点都会傾向持有的 因为我想大家都见证过过 这年多股价的压力 当中时间上的走势 或者说的基本因素 我们以往都说了很多次 我重选 简单来说 如果你没有持货压力 握住 因为都是一句 其实 法规就不是影响他做生意的 你看到他的学生的人数不断增长 只不过是股值上 大家始终对教育股有太大的 不乐观的看法 令到他有很大的折扬 但如果你能够等的 就是可以让时间 让他慢慢复偿 可以回到比较高的水平 但始终 你会知道每一轮都是炒不同的东西 如果你事由这样看 在这一刻要回到6-7元 坦白说我价值5成 你知学校来说 很难盈利短时间内增5-7成 除非不断有新学校落成 所以我想 某个程度上 我的倾向是继续持续持续 但是你说短时间内 要升到6-7元 这个就有些强人所难 所以先拿着 我们再看看市场的情况 特别是他每季 因为他是季绩的 再看看他季绩的功务时间 我们再判断 会不会打一个指赞位 走两转也好 或者将他换马 透过其他东西追也好 但起码你会看到近期 叫大家拿着 幸好他没有走 如果走了也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在2元很短时间内 就升到4个多 我想同期内 他又不算大型股 如果是其他大型股的话 都没有什么 那一只在一个月里面 在一个月里面 涨了两倍 所以暂时先拿着 但是要放一段时间 你将那些心机 我们这个可以定期检讨 但是将那些心机 放在其他地方 希望其他地方 帮忙追多一点 可以令到这里 我2022年 最失望的一只股份 可以快点追回一些损失 好 接着就问今年的水泥股前景 怎么看呢 这位读者是有914只海螺水泥 就39元有货 亦都有1313 华润水泥的 就6元有货 嗯 今年审慎乐观 但是我觉得可能要到下半年的景况 会好些 那你由头到尾 我都说水泥股主要有两个的需求 第一个就是说收桥补路 这个阿爷会做的了 因为在刺激经济方面 投资一定不能少 这方面会做的 第二个就是 我们为什么去年可能会对水泥股 看得比较审慎 再之前我们有说过水泥股 但是去年就少说了 去年的6月打完价格战之后 就直接不说了 好了 我们在等一样东西 不是等法宿 我们在等房地产 但是可惜的是 如果留意今天 题外话 内房都是跌的 因为发现一月份的内房销售 死了 原来是比预期更差 那就是说我们所希望的东西 就是多些人买楼 多些起楼 暂时是未出现的 所以 如果只有这个消息的话 如果只有这个消息的话 水泥、家电 短期里面 都会减少上升动力 唯有你见到就是 卖楼卖得好 接着 起楼房地产的投资又不断增加 那你收桥补路 再加上内房 两只脚走路的话 水泥股就可以看回好一点 但是 亦都这么说 现在30元 我当是914元 要去到39元 大概欠三分一 要走三成多 我想都不是这三个月至半年的事 唯有就是 因为之前来计 可能没有做任何止食的动作 我最记得去年6月份说过 打架架战 那真的要很小心 你知道那时候来说 就是6月份开始跌到妈妈都不认得 说起914 去到11月 就是说过最差的时间 是只有20元的 所以如果你说 那时候你39元买 跌到去20元 你都没有止食的话 那你由20元追回到39元 那当然不容易 所以下半年会乐观些 但是短期39元就难些了 接下来是269 药明生物 那就问一下 可不可以 我经常等 我在其他节目有解释过 我们之前错失了药明生物 我自己编自己私 我们又选了101 那 101也不是差 如果你记得 28元买 101在今早 其实都做过47.8元 我们都在持有很多 不知多少 五六成的利润 但是我今年是会换马的 我就会慢慢退回信达出来 接着就部署了269 好了 那你没有持有101 只问269 那我是等的 为什么等呢 第一件事 我想你都会觉得好消息 就是市场上说的好消息 都发烤得七七八八 第二 就是 你看回现在它的市盈率 我看回达利斯基 历史试盈率 67倍 67倍 不是便宜吧 哪怕它一年的盈利增长有三至五成 你盈利增长有三至五成 但是你的PE有67倍 我想你这么计算PEG 考虑增长比率 你这个股值也不算太吸引吧 所以我是倾向今年药明生物系会 放在袋里面 其中一只焦点股 但是你问我现价 我就觉得要小心一点 举个例子 像今天那样 市一跌多些 它有五个六个 因为高处不升寒 股值贵的东西 就容易有些波动 所以既然我有这么多选择等着 你不适合价 不适合位 我都不想理你 但是今年269是要留意的 接下来是3800 就是协欣科技 可不可以长线持有 我看见有股评人 是选择它今年成为一个例子股 你给出来的价格都高 两个半或是楼上 但是我自己 我都很少 近一两年 市场变得太快 我都不敢 很老实 对一般投资者说 这个可以长线投资 就算是比较平稳的东西 我都会建议你 每天每个礼拜 要盯着走势 看着基本因素做决定 我暂时来计算 短至中的部署为主 如果大家记得 我们说300 我都不是第一次说的 应该说了两三个礼拜 文章出售 我当时就说两元到两个一可以买 其实现在哪怕今天跌了少少 都咬着两个一毛七 我们都有一毛七指大概 8%的利润 我会先看两个三附近 看什么呢 很简单 我很基本的 你如果真的看到 在市场上的多晶龟 是供过于求 而多晶龟的价格 是进一步下跌 那我当然不会 喜欢协欣科技 所以我自己觉得 要提提你 某个程度上 都是周期性的股份 未必是那么适合 持有几年的市况 因为你当多晶龟价格一高 个个都做多晶龟 供应又来的了 供应一来的话 多晶龟价格就会下跌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很多时候都是周期股 和一些商品有关呢 就是这个原因 而多晶龟的技艺 又不是说到好像很高 所以我觉得两分附近 可以买下 去到两个三 我觉得都要看一看 是否可以去到两个半呢 有机会很简单 就是市场对于多晶龟的供应 是错判的 如果大家记得 我为什么推介30000 就是说 今年预期的多晶龟需求 130万吨 而市场本身预期 供应145万吨 是的 要就要130万 但是供应145万 那你就解释到过去那两个月 为什么1799和30000 跌到妈妈都不认得 但是问题就是 有环保的考虑 新的厂 有一个叫做 慢慢增加产能等等的要素 其实145万吨 是根本不可能做得到的 我们就是估计一样东西 市场错误我们 所以就说两元附近开晚30000 但是你就看看 究竟未来几个月 是不是好像我们这样预期 不是哦 真是几百万吨的产能出现了 有得赚就闪了 所以本身周期性估计 不适合长期 第二 协欣科技来说 我会短节中部署 先看两个三星的 好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那就给你解答 我们下个月再见 拜拜